我给老师画一对小眼睛 我给老师画一对难看的眉毛 好丑啊 我给老师戴个眼罩折上吧 怎么还有眼罩 那我就给老师画个嘴巴吧 还好了吗 我来收作业了 好了好了 现在你看 这感觉是什么画的人啊老师 为什么还要戴个眼罩 我要摘下眼罩 看你们能画成什么样 什么 这就是你们制作的老师 小眼睛张飞眉吵死了 不及格 擦掉重画 好了 那这次就给老师戴上金色长发 是金色头发 那给老师穿上美丽裙子 这次应该能及格了吧 金色头发配上美丽裙子 嘿嘿 这不就是外国人吗 正好我想要个外国人老师 那给老师全身涂黑就是外国人了 吓死我了 这是什么 灰色皮肤的老师 这肯定不能及格 我要把这颜色都擦掉 我来检查了 都转个身来吧 这怎么成花的了 是谁把我涂的黑色皮肤擦了 是我 黑色是你涂的一样大包 你干嘛要涂成黑色的 你可想不想下课了 我想要个外国人老师不行吗 兄弟你要干嘛 你看你擦的 黑不黑白不白的 我再画的黑一点 都别说了 人偶老师的五光呢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要是你们还不及格 你们就别想下课了 都怪你们大包熊们 现在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我们快给人偶老师画五光吧 还有要把这个黑皮肤擦掉 不行不能擦 大包你别任性了 要是不擦掉 我们永远都不会及格的 好了我知道了 你们擦掉吧 我来 好了 我给人偶老师画上大雨精 我给人偶老师画上细眉毛 我给人偶老师画上小鼻子 我给人偶老师画上小嘴巴 现在 现在应该能满意了吧 现在 我们完成作业了 我来看看 嗯 这次不错 但是 你们还是忘了一样东西 那是什么 人偶老师身上什么都不缺啊 小朋友们 小雪小辈大宝小妹都没发现 你们发现了吗 快和他们比一比 谁先找到吧 那是什么 哦 想起来了 我们忘给人偶老师穿鞋子了 对啊 我们现在就给他穿上 希娜 现在即可了吗 即可 你们可以下课了 到了 终于下课了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了